你是嗆趙哥什麼 你就是跟他講說 這是事實 對… 對啊 他這樣說 這是事實嗎 這是事實 我不是固定的嗎 你小心 你看 這是事實啊 講事實不行啊 對啊 不然也要講什麼 然後後來趙哥就再也沒來過了 可是他是前輩啊 我就覺得出道一年 這樣還滿有尷尬 你放心啦 等到我們有找到 可以取代他的黑人 他就不會在這兒 真的假的 我覺得如果以男女感情上的觀點 最大頭應該是賀少霞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就跟他是好朋友 我就加了他的那個粉絲專頁 我就發現他會去跟他的粉絲 就是討論 就是講男女的觀點的時候 譬如說 就是女生 如果那個女粉絲講了一個什麼觀點 他不贊成 他就會打 中文喔 超強的 你忘記他是德國人嗎 德國人最愛講道理 而且重點是 那個女生問我 為什麼我有這個想法 我當然要回答 我可以不理粉絲 我很用心耶 還花那麼多時間回那個粉絲 得 再跟粉絲吵架 那少霞 你覺得 三位女生 四位女生 誰 五位 看了這一集到現在還需要說嗎 明明就是蕭小語 他就是很主動的透露他的成就 就是 就是我那個朋友他就是我代演的那個東西 你是代演人 好 我們都知道了 有一次我們一起練習那個歌唱比賽 歌唱比賽 對… 我們就一起在那個錄音室 休息一下 他就 欸 少霞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知道… 我當然要 我當然要 我當然要知道 你是蕭小語 你知道我多紅嗎 你知道我多紅嗎 真的 你的故事已經砍一半 你講到是後面的了 你先聽他的版本 然後繼續說 然後 我就是 應該吧 你知道我就是 宅男的女生嗎 因為我就是唯一個比較有肉 宅男也會喜歡的 我就哇 OK 很有自信的一個女生 但是我也沒有問 我就覺得 OK 不錯 不錯 謝謝你 他講的是沒有問的情況下 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在錄音室 然後他就看著就是很多 那個錄音室牆上的海報跟很多CD 他就頭上很多問號 他是因為這樣 然後他就覺得說 就譬如說我在教他一些 那個咬字的技巧或唱的技巧 他就說 所以我才會講說 因為我在台灣我有出唱片啊 而且我 我有講 我一剛開始賣得不錯 看一看小鎮的表情 他聽你那個 他這樣 那你到底有沒有跟少俠說 你知不知道我很紅 你到底有沒有講 我們都改了… 噴他… 來度你覺得是誰 一定是少俠 這個練問就不用問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我們之前在那個休息 大家都知道 小小的身材很好對不對 有六塊肌什麼都有 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啊 但是我們在休息室的時候 誰會開始做一些那個 Pull ups 然後他說 他說我最近我附近不夠好啊 你看一下你看 都沒有我穿我之前那麼好 然後就是 而且我最近又開始做這個練那個 你覺得好看嗎 然後把自己的衣服脫掉給我們看 然後就開始這樣子 我想說 What the hell 就是在這樣子做的自己 明明就會喜歡好不好 誰會這樣子做 你身材好是OK啊 但是你不要給我們看 我應該會說 我應該是少俠比較有大頭 因為有一次我們大家 我們都是錄一些影片嘛 然後這時候就少俠 他就是導演跟編劇 所以在那邊他就開始 就是他全個教室就出來了 然後只有我們太慢 或太吵啊 然後就好像拿出來 太慢了 快一點 快一點了 太吵 人家安靜了 然後最誇張的就是說 因為我又帶我小孩 然後也又錄 因為小孩又要 然後就一直哭嘛 沒有人抱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小孩 就是他因為他錄了嘛 然後他就是他很累 他現在睡覺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哄他 可是他就開始哭啊 哭啊 哨聲就出來 你們 你們的部分已經錄完了 你們可以先走了 可是我現在真的可以了解 就好像一個大抽者的一個導演 我現在真的可以了解這邊工作人員的痛苦 因為每次都會逼我們 就是快點進來啊 我們要開始錄 開始錄 開始錄 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一直逼我們 我們不會遲到啊 但是我現在了解 因為 他們真的很愛 你們這些外國人真的很愛拖 你們這些外國人 最誇張的 我們在法比尤拍的 在法比尤的那個臥房 在我們坐在床上 他們都去Seven買啤酒 買啤酒 然後他們就 我們要開始喝啤酒 在看那個罐頭 整個啤酒噴到法比尤的床上 就超出 我就說 你們在幹嘛 法比尤回來 他會崩潰吧 我就 你們快出來 你們真的很不認真 我覺得你們工作人員 真的很可憐 拜託 我本來沒有通告費呢 對啊 對不起 不是 不是 我的座 我的座 我說 我的座 對 一針見鞋了 而且我們一定要喝啤酒 才可以忍受你 對 在慶祝 你這個各地的啦 好 那我們問一下凱傑 你覺得誰最大頭 剛剛講到少小 我好想講他 可是我還是講Dully好了 因為我 因為Dully有一次就是讓我覺得 其實一邊是很好笑 一邊是覺得 真的是變大頭症的那種感覺 因為有一次有一個新人來 然後他是坐在後面 然後第一次錄這個節目 他是明明就是滿緊張 就是這樣故事不順 然後裝我沒有那麼好 有緊張 像龍眼那樣臉色發白嗎 不要這樣 他本來就白啊 可能是比特兒還緊張吧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小楊哥好像說 我有點聽不懂他的那個 那個Dully你幫我接 然後Dully就說 這個人就是這樣子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發這種人 就下次不要再發了 發了 我自己好像編成製作人 好像要發誰不發誰 就是看Dully 但是後來他也沒有來路啊 你看 有沒有良心 被你弄掉了 就是你這個 繼趙哥之後他又弄掉一個 對啊 看Dully的翻譯 我也說Dully 這個人嘛 我來之前 我很欣賞他 覺得他喝厲害 後來呢 我們做在第二排的男生 他完全不把我們當會是 不會看我 就一直在攻擊他們 攻擊其他人 但是我們第二排的人 就好像不重要 我心裡很難過 你讓我很失望 我看你的臉我也很難過 我看你的臉我也很難過 我看你的臉